好的 我們的醫生呢 現在OK了 好 我們現在就請大家稍稍的放下手邊的椅子 讓我們以掌聲歡迎我們今天的主角人黎帆醫師 歡迎他為我們講今天的電腦斷層還有盒子共振的攝影喔 大家好 我是台大醫院影像醫學部的黎帆醫師 那我今天就是受邀來幫大家講一下那個 關於電腦斷層和持證造影這兩個檢查 就是簡單幫大家介紹 那我們首先先看一下 就是這個影像是電腦斷層檢查的過程的一個影像 那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是做檢查的時候呢 就是會像這個藍色衣服的女性一樣 就是躺在這個檢查台上 然後這個電腦斷層的儀器就是很像一個甜甜圈 就是它有個中間有個洞 那這個檢查台就會移動 檢查過程會移動然後進去這個機器裡面 那當然就是上台之前也是會有人再跟您解說一遍 要怎麼配合吸氣閉氣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聽一下就是 這個機器會在檢查時候發出什麼樣的聲音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就是它會發出有點像那個 就是太空說要飛起來的時候一樣的聲音就是 會有個比較大的噪音這樣 那之後就是在機器在運轉的時候會有的聲音 那之後就是掃描其實過程很短 電腦斷層的優點就是它很快 所以就是這個聲音之後開始掃描就是大概幾十秒到幾分鐘的時間而已這樣子 那就是看你需不需要打顯影劑 那剛剛這個影像的後面就是大家有看到就是掃描出來的影像 也就是說電腦斷層就是當我們做掃描的時候影像就已經出來了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讓大家看一下說你去做檢查得到這個影像 就是讓醫師看到的時候是長什麼樣子 那就是這個是我們肺部的影像 那我們肺部的影像呢就是看起來會是長這樣子 這是你的身體 然後它是你的身體的橫切面的影像 然後這兩個黑黑的是肺部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腹部的地方的橫切面 那這個是有顯影劑的影像 如果你有需要打顯影劑的這個診斷的部分的話呢 到時候就是上台前就會有我們的護理人員幫你打一支卵針 然後再幫你就是有我們的放射科醫師會幫你注射這個顯影劑 要在檢查過程中 那顯影劑出來的影像就會長這樣 這是在顯影劑打完注射完之後 比較快的比較短的時間裡面掃描的影像 然後呢這是在打完之後大概過一分鐘掃描的影像 那這個是大概過三到五分鐘之後掃描的影像 如果說是腹部的部分 比較常需要做顯影劑的注射 因為腹部的器官大部分都是血管比較豐富的 那它裡面的病噪也是比較常是有很多血管 所以就是需要打顯影劑 所以我們就會撐這個比較短的時間 大概45秒的時候掃描這個影像比較動脈像 然後到一分鐘的時候是叫靜脈像 然後大概三分鐘到五分鐘之間掃描叫做延遲像 所以就是有時候 所以就是看你做部位 如果你是做腹部然後又需要打顯影劑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我好像做檢查時間比較久一點點 那就是因為你需要掃描次數會比較多一點 那這是有助於我們放射科醫師在判讀的時候 可以做診斷這樣 那這個影像看起來比較特別 這個是我們會去做一些影像的重組 就是說我們電腦斷層的影像呢 做出來之後除了像剛剛那樣看起來是 身體橫切面的影像之外 你也可以看就是我們也可以做一些影像重組 讓它看起來就是比較立體 然後呢這個在一些外科醫師的手術 或者是就是我們需要做一些特別診斷的時候會用到 那再來就是講一下這個磁鎮噪影檢查的過程 那這台機器其實看起來跟電腦斷層是還蠻像的 他們差別只有在就是說 就外觀差別只有在說就是 這個磁鎮噪影的遺器是比較厚一點 它比較深 然後這個圈這個洞比較小 所以呢 大家去這個有做過磁鎮噪影檢查 就會覺得說磁鎮噪影比較不舒服 因為第一個就是它看起來比較封閉 所以你進去之後你會覺得我的臉就是直接快要靠近這個 我們這個機器了 然後另外就是說 因為它比較深所以裡面比較黑 那還有就是這個檢查會比較久 電腦斷層剛剛有講過 大概就是幾十秒到幾分鐘而已 那磁鎮噪影的話就是 大概需要半小時以上的時間 那如果有打線影機就又更久 所以說其實磁鎮噪影的時間 大概是我們電腦斷層檢查時間的 至少是四五倍以上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聽一下它這個檢查的時候會有的聲音 就是這是磁鎮噪影檢查的時候會有聲音 它會隨著它掃描的組別的不同 然後會有不同的這個頻率的聲音 有時候會是像這樣子 有時候是 就是它在過程中是會一直都有聲音 所以我們會讓 就是受檢者帶上耳塞 然後呢會給你一個球 因為這個檢查就是很吵 所以你有耳塞 但是如果你有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你可以按那個球 這樣子我們外面的放射師 就可以知道你不舒服 那聲音噪影的檢查 除了這個檢查台之外 跟電腦斷層不一樣 就是還有它的這個儀器 都通常會需要一個就是這個線圈套在你的 就是要檢查的部位 所以如果頭部就會有頭部的線圈 頸部就會有頸部的線圈 然後如果是胸腹部都會有自己的線圈 所以你身上還會蓋一個線圈 所以它的這個儀器本身的部分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這樣 那這個是我們腹部磁症造影的影像 不過它這個也是有比較大範圍一點 所以它有跨到一些就是這個胸部的部分 那這個是你身體就是正面正切面 就是不是剛剛那都是橫切面 就是看起來也是橢圓形的嘛 那這個看起來是一個人站著 然後就是直接一個切正切這樣子 所以這是兩個肺部 然後這邊是肝臟 這邊是它的皮臟還有兩個腎臟 那中間這個就是我們的脊椎 那這邊是它的主動脈 那這就是我們腹部磁症造影會看到的影像 那當然我們就是不只有一張 就是它是會有很這個切面的很多張這樣子 那腹部磁症造影為什麼需要做那麼久 因為它跟電腦斷層不一樣是電腦斷層只要做這個橫切影像 它這個還可以再重組成其他不一樣的正切面或者是重切面 但是如果磁症造影就是橫切或者是正切或者是重切都需要自己獨立一組影像來做 然後另外還有分不同的就是主別就是要看不同的併造 所以說它的時間就會比較久 那這個是腹部磁症造影的顯影劑影像 那其實跟剛剛那個電腦斷層的腹部磁症影劑影像是很相像 那但是呢就是就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它也是這個是在動脈像 就是我們比較短的時間造的影像 然後在大概一分鐘左右會造的靜脈像 然後大概三到五分鐘是延遲像 其實跟這個腹部的電腦斷層會蠻相似的 所以其實在這個腹部影像的部分電腦斷層跟磁症造影的表現 基本上是在肝臟部分應該是差不多好 但是磁症造影有某些特別的組別 是可以在比較小的病噪上面就是有優勢 所以其實你的腹部病噪或者是胸部病噪需要做電腦斷層或磁症造影的時候 就是會有你的醫師去決定你這個病噪是比較需要哪一種影像 就是有你的臨床醫師去決定他要開什麼樣的檢查給你 那這個是一個血管瘤肝臟血管瘤的病噪 那可以看到就是他會慢慢的 隨著時間比較久之後 這個顯影劑會流進去 所以他就越來越亮 那腹部磁症造影還有比較特別是說 他還可以去針對就是水比較亮的 水比較多的地方就是去顯影 所以就是像我們身體水比較多 比如說是脊髓腔或者是這個膽道 都是有水的地方 含水比較多 所以他又比較明顯 那我們就可以特別就是幫膽道自己做一個影像 那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的膽道 這是總膽管然後這是膽囊的部分 然後這是肝內的膽管的部分 那這是他的卡通圖 就是可以看到這是總膽管膽囊 然後肝內膽管就是大概在肝裡面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磁症造影去做的這個腦部血管的影像 就是磁症造影比較特別就是說 他可以不用打血影劑就去做一些血管的影像 他是利用這個一些物理的技術做出來的 所以就是他的好處就是在一些 可能腎臟功能比較沒有這麼好的時候 然後但他又想看血管 那沒有要做電腦斷層的話 可能可以考慮來做這個磁症造影去看 腦部血管的部分 那這是腦部血管的話 這是他的正面 就是從你的臉正面看過去 這是他的重切面 那這是他的就是很切的 很切的面上去看的 那他還可以組成就是立體的 就是3D的影像這樣子 那不管是電腦斷層還是磁症造影 就是他們都有需要血影劑的時候 血影劑就可以幫助我們去診斷 那血影劑有哪些類型 就是其實他首先就是可以從分 什麼途徑進入的去分 那就可以分 這是口服的 不好意思 還有這個靜脈注射 還有這個靜脈注射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是從 就是你的肛門進去的 就是會放一根肛管 然後呢 就是打這個嫌疑劑進到腸道裡面 所以途徑就是從口 靜脈還有就是肛門 就是腸道的部分 那就是你需要看的病灶 為什麼 然後去決定嫌疑劑的種類 那如果是要看上消化道 就通常會從口進入 那如果你要看下消化道 就會從這個肛門 從腸道大腸裡面進入 那如果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要看一些器官 腹部器官或者是一些血管的病灶 就是 我們就會從靜脈注射打嫌疑劑 那這些嫌疑劑都是 不同 就是不同途徑的嫌疑劑 是不同的類型 那變腦斷層跟 此症造影的嫌疑劑也是不同的 那大家會分別介紹 他們的嫌疑劑有什麼不同 那所以 那所以 這邊是 我的 左手邊 是電腦斷層 然後右手邊是 磁燈造影 對 機器外觀就看起來很像 那所以就是接下來會再詳細 介紹說不同的點 還有什麼地方 那先講電腦斷層的部分 因為電腦斷層 比較普及一點 所以它的優點就是 電腦斷層檢查時間很短 就是剛剛講的幾十秒到幾分鐘 然後可以同時做很多個部位 因為 時政造影剛剛有講過 你要做什麼部位 就需要放什麼部位的線圈 但電腦斷層不用 就可以同時做多個部位 我可以同時做頭部、頸部、 胸部、腹部一起做 都沒有關係 可是承燈造影就不行 我一個部位就要做半小時以上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那麼快 那缺點的話 電腦斷層 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是用X光 所以它是有輻射線的 它是用X色線 那它 另外就是它的鮮影劑 電腦斷層的鮮影劑呢 是比較常有過敏反應 另外就是在腎功能比較差的 就是檢查 受檢者身上的話 使用可能會影響它的腎功能 那等一下會再詳細知道它的鮮影劑的部分 所以就是可以看到電腦斷層呢 我們就會 在它的那個門上面就會有這個 防輻射的這個 就是危險警告的這個標誌嘛 一個三角形就是警告標誌 那我們的這個電腦斷層夾式的牆壁 還有這個門 檢查門 都是用就是會有鉛 那含鉛的話就是可以隔絕這個輻射線 所以你陪家人去做電腦斷層 不用擔心 就是它 就是它這個輻射是不會外露的 我們都有就是隔絕的 那電腦斷層這個鮮影劑 台大醫院用的是這個牌子的 那它叫做Altravist 那它就是 中文名字翻成幽兆維斯 那它是 電腦斷層的鮮影劑就是寒點 寒點的鮮影劑這樣 那寒點的鮮影劑呢 就是在有一些病患上不能使用 等一下會跟大家一說明 那寒點鮮影劑的話呢 就是它可能會有不良反應 有衣食序分成三種 那比較常見的是在 你施打鮮影劑之後 一個小時裡面發生的是 立即性的不良反應 這比較常見 就是如果有做過的話 就是會有 就是會知道說 會稍微覺得有點噁心 甚至有些人會覺得想吐 那另外就是很常見 有些人會起紅疹 好像褻麻疹 或是覺得癢癢 不一定有疹但會癢癢的 然後另外比較嚴重的就是說 可能會立刻就是有支氣管痙攣 就是可能會有人覺得很像氣喘一樣 就是呼吸有點困難 會聽到呼呼的聲音這樣子 那或者是說 就很像比較嚴重的過敏 就是你的喉頭會水腫 臉會腫起來 然後眼皮啊眼瞼會腫起來 那更嚴重就是有可能會昏迷 就可能做完你就覺得 欸一直冒冷汗 然後血壓就會掉了 然後會冷就覺得意識不是很好 那更嚴重當然就是 有可能會有抽搐的情況啊 那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很厲害的這個 支氣管痙攣 可能會有呼吸停止的狀況這樣子 那這都比較嚴重 但是比較嚴重的反應是比較少見 但是比較常見都是輕微的反應 那我們就是施打情形劑就是油放射科醫師 會幫你們做施打 然後在檢查過程也都會一直監控你的生命真相 所以如果真的有很嚴重的 這個不良立即不良性反應發生 都會有人幫你處理 那如果是一小時到一週內發生 就是你回去檢查完了 你這個軟管 注射軟管也拔掉了 然後回家了 然後這一週裡面 有些人還是會有一些不良反應出現 也是比較常見是會覺得噁心 嘔吐啊 或是覺得有點全身不舒服的感覺 甚至有些人會有點發燒的狀況 就是頭痛發燒 骨骼痠痛這種 但是這就是如果說 平常沒有特別這種狀況 只是在施打情形劑之後才發生會比較有相關性 那如果你平常就會頭痛或本來就有感染的話 這個就比較不是那麼準確說一定是嫌棄造成的 那如果是一週以後 也就是你回去以後已經過了一週很久了 這叫延遲性不良反應 那比較常會有可能會有延遲性不良反應的受檢者是 就是它本來就有這個沒有經過治療的就是高 就是比較高甲狀腺的這個病患 那或者是有多發性結結的這個甲狀腺的病患 就是它的甲狀腺功能是有抗徑 那沒有在持藥控制 那就用了這個寒點的血引劑 就有可能會誘發它 就是有一個甲狀腺風暴的情況 就是說它的甲狀腺抗菌會變得很嚴重 那它可能會出現血壓變得很高 那或者它就是會有一些就是很厲害 當然甚至有可能會死亡啊 所以說如果有這個病史 就是有甲狀腺抗菌的病史 那沒有開過刀也沒有經過藥物控制的受檢者 我們都會建議他就是可能要回去做治療之後 再來做檢查 或者是可能會請他就做不要打顯影劑的檢查這樣子 好那有一些電腦斷層檢查要特別注意的情況 就是說小朋友的話 因為你有這個檢查是有輻射線的 所以小朋友來做的話 我們會就是盡量建議說 如果沒有必要就不要做就是電腦斷檢查 但是如果是像有些小朋友可能是撞到頭啊 然後意識就不好的話 要懷疑腦出血可能還是需要做 那我們會幫他做一個就是降低這個輻射劑量的檢查 那另外就是說打顯影劑的部分呢 小朋友其實還是可以打顯影劑的 但是我們劑量也是會經過他的體重去調整 就是說我們越瘦的人當然就打越少顯影劑 那就是小孩當然也是打比較少的顯影劑這樣 那另外還有要注意的就是孕婦 那孕婦就是不是只有照媽媽嘛 就是做檢查其實就是等於 連他的肚子裡面的小baby 也是會就是同時接受到這個輻射線的照射 所以呢 如果不是必要的檢查 會建議孕婦不要來做電腦斷層 但是如果是孕婦有車禍受了重傷 那或者是他可能有肺部血管的痠塞 這些可能是電腦斷層檢查有需要的時候 還是要做這樣 那通常是建議如果是孕婦 孕婦的話 就盡量不要施打這個寒點離子的顯影劑 不過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是重傷的病患或者是 他有這個懷疑肺部痠塞的部分 可能還是需要 那如果是一些腹痛 可能懷疑腹部感染的話 可以考慮另外做超音波 但是如果真的是超音波也沒辦法診斷的情況 我們還是可以幫他做這個電腦斷層的檢查 那也可以幫他做一個就是降輻射這樣的檢查 這樣子 好 所以如果是有知道自己有懷孕的婦女的話 育齡的婦女 最好是可以就是在檢查前 告知我們的同仁 醫護同仁 那我們可以在做討論說 你到底需不需要做電腦斷層檢查 那當然如果說 如果是 比如說像我們這邊台大醫院急診的 如果是婦女的病患 如果是育齡婦女 我們就會幫他做驗孕的部分 所以就是這個驗孕是為了說 怕你是還不知道自己早期有懷孕了 然後驗孕的話可以幫你小心說 是不是有接受不必要的輻射劑量 那另外在胃母乳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就是施打靜脈注射這個含點離子鮮影劑之後 真正會到我們這個母乳裡面的鮮影劑是比例很少 大概0.04% 那這個含量是很低的嘛 那小朋友吃進去這個母乳之後呢 他的腸道可以吸收的部分 也只有1%到2% 所以其實這樣呈起來就是可能就是萬分之0.0幾嘛 所以其實是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對小孩的影響很少 所以其實做完尿段層檢查 如果有施打鮮影劑 也不需要特別停止胃母乳的部分 好 那這個是這兩個影像就是 可以看到中間有個亮亮的 那是有骨頭 然後這個是下巴 這是牙齒嘛 然後這個是下巴的骨頭 那這兩個圖很像嘛 就是都可以看到有很多這個黑色的 還有白色的這個一條一條的影像 那這就是說如果你有金屬的植入物 sorry 有金屬的植入物在身體裡面的時候呢 這個電腦斷層影像會有假影的部分產生 所以我們其實在受檢者上台前都會請他換我們的就是治療服 然後呢檢查一下身上有沒有手機啊 什麼手錶金屬或是你有假牙是可以移動的假牙 移動式假牙那就是可以先把它拿下來 那就可以減少這些假影的產生 因為你看你看到這些假影的話 其實他就遮蔽掉很多原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影像嘛 所以那就知道放射科醫師看到這些影像就會打不出報告 因為就是看到都是假影這樣子 所以上台前都會提醒大家就是在把可能有的金屬的配帶物 或者是植入物拿起來 當然是無法移除的東西是就沒有辦法 那這個是電腦斷層的部分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磁鎮噪影檢查的部分 那磁鎮噪影的特性就是跟電腦斷層剛好是相反嘛 就是他是不需要使用輻射線的 所以他沒有優點就是沒有輻射線 那再來就是他大部分的剛剛有講過 他可以不用打血影劑就可以看到血管嘛 還有一些就是膽到的地方 或者是在一些比較小的病罩他其實不打血影劑 可能也是在一些組別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其實他可以減少使用血影劑的時候這樣 那另外就是磁鎮噪影的血影劑相對比較少人會發生過敏的情況 然後他的缺點就是剛剛有講過他做一個部位 只是一個部位而已 就可能是需要半小時以上 那再來就是他的 剛剛有聽過他檢查的時候的聲音嘛 就是噪音很大 所以都要帶耳塞做檢查 好 那雖然說他沒有輻射線 但是磁鎮噪影是有磁性的嘛 所以呢他也是有個警告標誌 就是他有個磁鐵的警告標誌 就是說你進去的話呢 身上不可以有什麼金屬的物品 或是有磁性的東西 不然會被吸到這個儀器上 那他飛到儀器上的力道 是他的質量而定 如果這個東西是一個金屬塊很重 那他可能飛過去的力道就會很大 那他這個飛過去的途中 他的飛行路徑 就有可能會打到任何站在這個飛行路徑中間的人 所以是很危險的 所以會有個警告標誌 所以就是我們 不管是我們醫院呢 還是其他醫院 他們的這些磁鎮噪影的機器 都是超導體的磁鐵 那他磁場都是一直存在的 並沒有說我下班了 關掉電腦 他就不存在 他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只要進入這個磁鎮噪影的檢查室 都要確認說你是不是有把身上的金屬 或者是磁性物質拿起來了 那可以看一下你看這個是磁鎮噪影機器 中間這個是什麼 中間這個是輪椅 為什麼 因為這個輪椅是 不是磁鎮噪影 是專用的輪椅 他是沒有消磁的 他還有磁性 所以他就被吸上去了 所以如果有人在這個機器跟這個輪椅中間 就會被夾住 所以很危險 因為其實輪椅本身還蠻重的 所以就是這個一般的輪椅是不能進去的 所以如果有陪家屬啊 或者是自己要做檢查 有需要輪椅輔助的 就是要在我們的門口 換成磁性掌椅是專用的輪椅 那你可以看有一些醫療儀器 本身也是金屬做的啊 像這個麻醉 笑氣麻醉瓶 也是鋼瓶 然後氧氣鋼瓶 你看都有被吸進去過 就是有可能我們醫護人員也是沒有注意到 然後放進去 結果也是就飛進去 所以這是很危險的 那有些可能心結人員 吸塵器也被吸上去啊 或者是這個靜脈注射器 只要有金屬物都會被吸上去 所以無一是一面 就是因為這是很強的磁場 那這個椅子啊 也有金屬物嘛 打垃圾 好 這樣大家都有被吸進去過 對 所以就是要很小心 然後要注意自己身上 有沒有什麼磁性物質 那另外就是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剛剛講的那些醫療儀器呢 其實在我們的持證照理室 都有持證照理室專用的儀器 所以就是如果 像推床或者是輪椅 有需要使用的受檢者 我們會幫他在檢查室外面 就換成我們需要的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台大醫院的一個格式 就是說如果 你有要做持證照理檢查 我們都會拿這一張紙 讓你填 那裡面有很多項 會請你們注意的 可以拿下來的 像一些眼鏡 牙套 或是一些珠寶手飾 或是手錶啊 手機啊這些 這些有含金鎖的東西呢 我們都會請你先拿下來 那手機跟磁卡的話 是因為他會壞掉 他會被消止嘛 那再來就是 其他就是說 如果你身體裡面有裝一些 物件 就是說植入物 有可能會 不能做這個檢查 那目前絕對不能進來 指證照理室做檢查的呢 是有三項 那第一項是這個頭部 如果你有血管瘤 曾經有血管瘤 然後呢有去外科手術開刀 那有金屬夾 把這個血管瘤夾掉 那這個金屬夾是 不能進入磁層照理室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是 有多的問題 可能有裝人工電子耳的部分 也是禁止進入磁層照理室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有裝人工心率節率器 或者是一些 就是心薄 心薄器這種東西的話呢 也是絕對禁止進入磁照理室 那但是呢 就是所謂的科技的發展 嗯 現在廠商有做 就是核磁共振相容的心率節率器 所以呢 如果是裝這種 核磁共振相容的心率節率器的病患呢 就可以跟他的心臟科醫師討論 我是不是可以 進去磁層照理室做檢查 那這個 心率節率器 雖然是 號稱是 核磁共振相容 但是他還是需要做一些 就是你進去檢查室還是需要做一些調整 而且是需要廠商 過來幫你做調整 所以呢 還是需要心臟科醫師 先做過 確認 確認你這個心率解析器 第一個是核磁共振相容 第二個是 你的身體狀況 就是你的心率不整 目前是很穩定的 沒有很頻繁 然後可以 在那個檢查室裡面的時候 把這個心率調節器做一個調整的 那這個心率調節器在S光下面 是可以看到他有一個mark 就是說如果有這個mark 是這個廠牌的 是可以進去成長理室 但是我們通常會建議你 還是要經過心臟科醫師 就證明你是可以進來的 這樣子比較好 好 那磁鎮造影顯影劑的外觀是長這樣 那我目前台大醫院有兩種 一種是這個Gardovist 是蓋多維斯 然後另外一種是這個Dotaren 那這兩種 蓋多維斯主要是使用在這個 腦部或脊髓的部分 使用這個神經疾病診斷的部分 那這個Dotaren的話就是其他 其他診斷的部分可以用 那就是剛剛有講過 他是比較少人發生血影劑的過敏反應 但是呢還是偶爾會有 所以呢假如你有曾經做過有過敏的話 還是要跟我們講一下 那他比較常見的過敏反應一樣 也是皮膚紅疹或是皮膚癢比較常見 那比較致命或比較嚴重的是比較少見的 好 那 直診斷引銜劑 它含的不是點 它含的是Ga 是一種叫Gadolinium的一個金屬物質 那它 在腎功能 比較嚴重的 比較不好的 腎功能很差的病人身上 有可能使用會造成這個 腎陰性全身纖維硬化症 那 這個是一個圖片 是在這個 纖維硬化症的病患 它在它的皮膚上會出現這樣子 很厚很硬的這個斑塊 但是呢這個 這個 陰化症它的名字叫做全身纖維硬化症 所以它不只在皮膚上會有這樣的症狀 它在全身的器官都會 所以你的肝臟 你的腎臟 你的心臟 或是 甚至你其他的 就是器官都有可能會有這個纖維硬化的情況 所以呢 如果 是這個 這個 腎陰性全身纖維硬化症的話 就是 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因為你的器官可能就會衰竭 那 目前 目前並沒有辦法治療這個疾病 所以其實在一些 比如洗腎的病患 或者是 有腎功能比較差的 中重度的 腎功能不良的病患 我們就不會 讓它使用這個 含 GADONILIAN 就是含GAD 這個金屬的鮮影劑 那 我們會建議它做不施打鮮影劑的 這個 檢查這樣子 當然 如果 它有很強的 臨床需要 不打鮮影劑沒辦法診斷的疾病 可能又經過 就是跟 本人的討論 或是跟我們放射科技師的討論 我們再來做 施打 但是要先知道說 就是 有可能會發生這樣子的 纖維硬化症情況 好 好 那 它一樣 就是 持生導演一樣 就在小孩 孕婦 還有不 不會母乳的部分 也需要特別注意 好 那小朋友呢 就是一樣 就是如果是 小孩子 小於一歲的小朋友 這個 寒GADONILIAN 我們通常會 就是 不建議要施打 因為呢 小於一歲的小孩 他的腎功能還沒有發育得很好 所以我們就不建議他施打鮮影劑 就 持生造影的鮮影劑 那 但是呢 因為這層照影是沒有 輻射的嘛 所以其實小朋友 是可以做的 就不管他幾歲 是可以做持生造影的 好 但是 就是鮮影劑的部分 要比較注意 那如果是孕婦的話呢 目前 目前並沒有 大型的 臨床研究說 孕婦做持生造影檢查 會影響 胎兒 但是呢 在動物身上的話呢 就是 是有發生 有些可能會有 眼睛的發育 或是耳朵的發育 會比較不好 但是那是動物的研究啦 所以目前並沒有人體的研究說 會對小朋友有什麼影響 Sorry 是那個孕婦懷中的 肚子裡面的小朋友 有什麼影響這樣 但是呢 如果是孕婦 要做持生造影 我們都還是會建議 非必要的檢查 不要做 所以如果 是孕期內 就是懷孕的過程中 要做持生造影 我們都還是會跟孕婦 在做詳細的溝通跟討論 如果可以用其他替代的檢查 比如超音波 我們就不需要特別做持生造影 就是所謂是一定要持生造影診斷 有什麼疾病 我們才會說好 那就是討論過後 知道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然後再來做這樣子 那鮮影劑的部分呢 也一樣是不建議 在懷孕的婦女上使用 那 目前鮮影劑部分 一樣也是就是孕期都不建議 但是除非它有需要這樣子 那如果是餵母乳的部分呢 跟釀斷層一樣 就是它的顯影劑 一樣就是到母乳裡面的量很少 那小朋友口服吸收也是很少 所以也不影響就是小孩 所以就是如果是餵母乳 這個持生造影的檢查的顯影劑 一樣還是可以餵 不需要特別停 好 那這個是持生造影部分會出現的假影 那這個是這個造頸部的部分 不好意思 造頸部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就是 當你吞咽 吞口水的時候 你的頸部也會動 所以呢這邊就會出現這個所謂的 就是吞咽假影 就是可以看到頸部這邊就會有糊糊的 這邊就是變成 有一條一條的感覺 那這就是吞咽假影 所以說 如果在做頸部的部分的持生造影 我們會跟你說 現在先不要吞口水 在掃描的時候 不要吞口水 然後不要動 這就是要避免這個部分 好 那呼吸一樣 呼吸也是你的胸腹部的 胸腹部的肌肉就會動 所以就是一樣會看到這個白白的 一條一條的感覺 然後這邊有點黑黑的 這個是假影的部分 那你看這樣閉氣 閉得很好的時候 就沒有這個部分的假影 所以呢 胸腹部的檢查時候 我們會請你要吸氣閉氣掃描 那不一樣的地方在電腦斷層 只要閉氣一次就好 我們就掃描完畢了嘛 但是呢 因為神掌你剛剛有講過 他會做很久 也就是說他每一次就是只有掃一張 所以你就要閉氣很多次 所以你胸腹部的檢查時候 你就要一直不斷的吸氣閉氣 好再來一次 吸氣閉氣再來一次 所以如果我要掃描30張影像 那你就必須要吸氣閉氣30次 而且還要保證是你那一次剛好閉得很好 就每一次都有成功 那不然就要重來一次 所以神掌你就是會比較累一點點這樣子 好 那金屬的部分也會造成假影 那剛剛有講過嘛 如果可以可屑式的可移動式的金屬物 就再拿起來 不能進去 但如果你身體上 比如說你曾經有開過刀啊 然後可能有釘在身上 這種的沒辦法拿起來 所以如果像這樣子 就會在這個位置造成一個假影 正常頭部長這樣嘛 然後呢如果像它這個 左邊看起來這個有一個 不好意思 就可以看到就是在這個 我的左手邊的這個頭上面 好像黑黑的一團 這就是金屬霧的地方 它就會造成這個黑色的假影 那這個位置的東西 就全部都看不到了 好 那最後總結就是說呢 這兩個檢查 它比較在這邊列出來 電腦斷層的優點就是快速 然後對於骨頭 就是硬骨的部分 是比較清楚的 肺部的部分比較清楚 那如果是核磁共振的攝影的話呢 它是沒有輻射 優點沒有輻射 然後它可以看到骨頭的骨髓的部分 不是硬骨的部分 是骨髓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軟組織 就是像你的肌腱帶肌肉 就是軟組織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脊髓腔 它是看得比較清楚的 那缺點的話 電腦斷層的缺點就是 其實它們兩個缺點都是 就是比較貴和高成本 那電腦斷層的話呢 它有游離輻射 這是一個缺點 然後再來就是它 有一線的組織可以使用 因為像在脊髓啊 或是腦部的 或者是軟組織的部分 它就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 診斷比較沒有像成長也那麼好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寒點心影劑 比較多人會發生過敏反應 那磁鎮造影的話呢 它是沒有辦法看硬骨 因為它硬骨的影像 在磁鎮造影是黑色的 就是黑黑的 然後它也沒辦法看 也比較沒辦法看肺部 當然它還是大的病照可以看到 但是小的就看不到 因為肺部是空氣 空氣在磁鎮造影影像也是黑的 那它另外一個缺點就是很耗時間 再來就是剛剛講的 有三種是無法進入的人工裝置嘛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 比較少數的人會有幽臂恐懼症 它沒辦法在一個很小小的空間裡面 做檢查 而且是那麼長的時間 所以它可能要做檢查就是電腦斷層 可能比較可以考慮 因為電腦斷層比較 它的這個儀器的洞比較大嘛 然後它的時間也很短 所以可能可以 勉強可以讓他們接受 那一般的用途上面 尿斷層因為快 所以在一些 就是車禍重傷 骨折 出血 這種病患 會比較常用 那如果磁鎮造影也很慢 那但是它有一些 軟組織或是 腦脊髓腔這些神經疾病診斷的優勢 所以在這些東西上面使用 就是會比較好 那最後就是 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磁鎮造影室有強磁場 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 有一些有磁性的東西 還是要記得拿起來 好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關於這兩個檢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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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